我们今天来到现场 我们在坐着后面这边 台平英雄队总经理哈孝远 将写有全绿与副背号3号的球衣 赠送给三间金融市篮球委会主委的立法人蔡世英 蔡世英也回赠基隆美食原位主角 祝福台平篮球队能成为基隆的主角 双方在基隆市民传国中体育馆召开记者会 共同宣布 11月10号台平英雄队将与基隆豪手组成的联队 在海洋大学进行一场友谊赛 透过我们基隆的在地球队跟台平职业篮球队 做交流友谊赛 那这样的状况主要是提升我们基隆的篮球的活动 那是应做一个基隆市篮球委员会的主委 那我们同志委议员跟张汉议员也是副主委 我们都很支持篮球的活动 篮球因为住在室内的一个场馆的比赛 那我们也希望在基隆下雨的天气过程当中 有这种室内的场馆 让基隆市民有一个可以休闲 不论是看比赛 看精彩的比赛 或者本身来参与篮球活动 有一个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点 我们都知道台平有一位传奇球星林志杰 那以前我们台平有一位老教练叫富敏仁教练 其实他们都是基隆在地人 而且在基隆的这个 对基隆的篮球的整个贡献是非常非常多的 那另外呢其实基隆本身他的篮球风气也是非常兴盛 所以呢那我们等于说我们台平篮球队也有这么久的历史 那其实一直跟基隆的篮球我们也有很好的结合 很好的配合 所以这一次呢蔡委员就是希望我们可以来跟这个基隆做一个这样的一个篮球活动 我们也觉得很荣幸很开心 除了邀请职业篮球队到基隆进行交流 蔡世英进一步表示将力邀职业篮球队以基隆为主场绕脚基隆 目前台平队有很大的意愿 他会极力促成把职业篮球比赛带回基隆 目前我们正在跟台平在洽谈当中 那台平也表达他的意愿 愿意未来有机会到基隆设主场 那对于我们基隆市来讲 基隆的篮球球迷就非常的有眼福 为什么 因为这是基隆的篮球球迷一直期待 我们能够跟几个重要的大都会一样 拥有我们自己主场的球队 同时担任基隆市篮球委会副主委的基隆市员张浩瀚与同志委也认为 职业篮球队进驻基隆 不但能有助于基隆市篮球发展 对有致于成为职篮选手的基隆学生球员来说 更是一种鼓励 在职业球队进到基隆了之后 也可以透过大家的一个能量 来共同培育我们在地更多年轻的学子 那希望再度把无闻基隆的一个篮球选手的一个能量 打造成全台湾最重要 以及最厉害的一个篮球选手之都 期待 台平篮球队可以进驻基隆 让多年后基隆再次拥有自己的球队 让我们这个城市的认同感可以更加的提升 我想是这几年我们篮球委员会做非常多的努力 就是希望让在地的篮球保守 有在地秀学 然后在地比赛 然后在地的成长 在地才育职业 台平英雄队总经理哈孝远则回应表示 基隆是很适合发展篮球运动的城市 他也期盼未来能与基隆是有更密切的合作关系 T1直篮我们打的算是如火如土 对那其实每一个球队都有一个很好的根据地 很好的主场 那当然基于我们球队跟基隆有这么多的一些感情的连结 还有就是因为我们真的觉得基隆这个城市 他的篮球的这个风气 我们真的非常非常的喜欢 非常非常的兴盛 像以前的老国手洪俊哲先生 他也是基隆人 所以呢我们当然就是一有这个机会 我们就马上来响应这样子 对那也希望以后在整个 我们台平英雄篮球队 也可以跟基隆市 希望这个城市可以有更多的一些连结 更多一些合作 11月10号的篮球之夜表演赛 将在晚上7点在海洋大学娱乐馆登场 蔡思英也欢迎市民踊跃到现场看球 体验职业篮球队所带来的精彩比赛魅力 记者张启腾 基隆报导